畫面上是基隆市港道路安全聯席會報 112年第12次會議 由市府各單位、專家學者、議會顧問 港務分公司、監理站、高工局、公路局等單位參加會議 每月定期檢討道路交通安全執行事項 以降低事故、維護道路安全 主持人交通處處長王俊宏說 在中央及市府相關單位跨域合作共同努力下 112年考評院班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基隆榮獲金安獎的殊榮 那謝市長上任以後非常注重我們道路安全 以及我們行人友善政策的推動 受班交通部一個金安獎的部分 我們也是卓越獎獲得第一名 以及其他包括我們警察同仁執行的部分 以及我們管考的部分成績都非常好 在重大一個交通政策的部分 包括我們目前市長在推動一個友善行人 綠斑馬以及我們公共運輸包括120月票 288一個月票的部分 那市民都非常肯定 由於市長謝果良相當重視交通安全 並致力打造友善的交通環境 交通處說也將持續精進各項交通措施 包括現階段大家比較關心的一些紅線 我們要把它調整局部做黃線這個政策 也是非常多的一個不管是計程車 我們的好朋友或是市民好朋友 在停車臨停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那另外市長也特別關心我們七個區 未來一個行人友善一個綠斑馬 以及行人專用實相一個推動 經費我們也增加會持續來推動 那另外我們市政府針對288的部分 會持續來結合相關一個政策 落實讓這個運輸能量讓使用的民眾能更多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